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些 风水上的一个观念 像这一次我去学生那一边 他本身是经营了家具店 他家具店其实蛮大的 两层楼很大 可是我就发现了一件事 他为什么 我们一般就是直接 门口就这样直接进来 这样是最快的 结果他不是 他是用成这样子 他的门口在这边 他变成是这样子进来 我就问说 为什么你们要把 这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们要把他改成像这样子 结果他就跟我讲说 之前的风水师就说 他们这样不能够面向这个位置 所以说就朝个方向 其实我就跟他讲一件事 其实你们做的这一个 类似像玄关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白做的 他说怎么 我怎么会这样 我说很简单 第一个 他这一个是玻璃的 这一个玄关这一边都是玻璃的 所以说他一样透的过去 所以这是第一点 其实你的坐向 也不会因为改了这一个玄关 坐向就改变 因为他整体的主体还是在这里 所以 他的坐向没有因此改变 第二个还是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 都是一样收这一种气 所以 他的这 他改了以后 他反而收成转折气 转折气的话 很弱很弱 因为转折 就给你打折了 所以反而会比直接这样子进来 还要差 所以我就说你们就算改了这一个 坐向 改了这一个路门 门口 其实一点帮助也没有 因为你假如真的要改 说外面有煞的话 你这边应该都是要用实体的 什么水泥 木板 全部都要隔住 看不出去 他可以真的阻隔气场 但是你又没有 因为你是家居店 你要外面看出 从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 所以你不可能这样子做 所以你们做的这一个 完全没有效 完全没有效 倒不还为是原来 人家还好进出 对不对 所以他在这一边里面 他就犯了一个 这是很多人时常会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说前面不好 我转个弯 其实转个弯也是一样 除非你全部都要用什么 实体的把他围起来 但是你一般的住家不可能 所以这一定是商家 你商家大部分一定是用玻璃 用玻璃的话 其实各位有跟没有一样 因为玻璃也有透气性 所以反而会造成 原本直接单纯的收器 变成转车器的时候 会让这一间房子的气场反而怎样 降低 反而降低 第二个 其实他的这个就是收银台 我们一般收银的柜台 一般正常我们会是在门进来的 左右两旁 为什么 因为客人进出 你才有办法见识到 你才能够看到 结果 他的收银台 就给你用在很里面这里 他让人进来 人这样进来 其实看不到 他看不到人的 所以他这个收银台 本身摆设的位置是错误的 还有一点 既然他看不到人 人进来会看到他吗 也看不到 一个商家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叫做人器 要有人器 你会 你有没有那种经验 你要去买个东西 结果到那个商家以后 看到没半个人 连老板娘都没有在里面 你会想进去吗 不会想进去 所以他在这边 他就犯了这一个 就是客人看不到里面有人 所以他比较不愿意进来 像在日本的小钢猪店 他们都会请那种职业的 职业的就是坐在那边 一直打钢猪 为什么 就算再怎么没人 只要里面有一个人 外面的人看到 里面有人在打小钢猪 他就有办法 怎样去吸引一些人进来 所以 人很重要 了不了解 你不要让外面的人 这样一眼望进去 没半个人 没半个人就业绩差 那我干嘛还要进去 而且你也不太想进去 你会觉得阴阴的 没人嘛 所以 收银台一般来说 就是要怎样 能够让 除了监视外面的人以外 也可以让外面的人 可以直接看到里面是有人的 这样子来说 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有些人 像这一次 我就去 去了以后 有些人他就是纯学里 完完全全设计出一种完全 乱七八糟的一种设计 他们是长条形 长条形 他当中一定会有分很多区域 A B C 他一定是这样子 结果 这个命理师就跟他讲 他的这里面柴位在这里 所以收银台给你设在这里 我一听就很简单 你家想要找小偷 你就这样子 前面的人把你的家具什么都搬走 你在后面看得到吗 第二个 人进来只看得到你的人吗 答案都不行 所以 这个就是犯了学理 他只用了学理 但是在实物上 他却出了很大的一个错误 一般来说 像他可以这样子长条形 他一定可以区分为A B C 三个区域 他一定是用整体 九弓下去画的 然后说柴位在这里 简单 你不会把A也隔出来一个空间吗 九弓 他就可以在这里 这边 他就可以直接看外面 所以 这个命理师他就犯了一个 叫做 以学理 但是实物上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所以像这种设计出来 很难看 非常非常的 跟风水一定犯冲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错误 你用整体 结果你把你的收银毯压在这里 这一边跟这一边 人家这边搬个东西跑了 你可能在这边看到 你要去追都来不及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错误 而且哪有人在这里面的 想不了解 没有在这里的 他一定是会移到前面 然后分割出一个空间 在这个空间 这边也会变成柴位 所以 来讲的话 这一些都是在风水上 时常 你这一次我去 学生那一边的时候 我看到的一些状况 真的是花了钱 白花了钱 然后没有作用 你要不要解 白花钱而没有作用 反而还造成了 很多很多的一种 不好的一个状况 例如在罗盘 我在他的家具店里面 一打罗盘 他是所谓的转针 他是所谓的转针 转针来讲 就是像电影你们看到 那个针会旋转 但是其实在15的经验上 不会那么 不会那么夸张 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其实转针就是那个针 大约会半圈以上 他会转半圈以上 而且晃得非常夸张 他会这样子 转半圈 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晃 否则一般正常的罗盘 你打下去的时候 他就这样子稍微动一下而已 他就这样子稍微动一下 而不是打下去 一直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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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晃了大概半圈 半圈就很凶了 半圈就很凶 这个就是叫转针 这一种的状况的时候就表示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 有不干净的东西 我自然就跟他讲说 你就买个粗眼 然后把你的这一个空间进化一下 会对你的一个状况会比较有帮助 比较有帮助 第二个 因为家具 家具店 所以其实他的行走的路径很窄 家具店里面他摆了很多东西 所以他行走的那个间距很窄 以我们人来讲都要东躲西躲 更何况气场 一定被破坏的殆尽 所以我也跟他讲说 像你有一些走道 你不要再摆东西 反而你能够让他清空 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动线 不要所有的地方你都要摆家具 而是让他有个动线 让他里面的气场比较旺的时候 你这样子自然而然 你说不定都不用做什么大动作 就只是把这些家具给他移了 让你比较好走路 说定业绩就会比较好 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 因为各位你要知道 我们在走路 走路的动线 假设连我们连人 都要东躲西躲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很轻松自在的走来走去 还要这边看一下 这边闪一下 我们人还算娇小 气场是180公分的长宽 他一定被撞的乱七八糟 在这一种情况下 气场就会很弱 气场就会偏弱 所以他的动线要稍微再调整 所以 各位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 其实一个简易的风水 他的基本概念 各位他的基本概念 他没有很深奥 但他的基本概念非常简单 不要让气场被破坏 然后 不要 怎样 气场不要被破坏 然后在里面 动线 我们人要怎样 能够轻松的走动 这样子一般来说就会不错 因为他是商家 所以他的收银台要能看到外面 同样的 外面的人也要能够看到里面有人 这样子 表示他才有所谓的人气 就像加油站一样 为什么 我们以前在加油站的时候 各位 没人的时候就真的没人来加油 他妈的排队的时候 就给你排一整点 为什么 人气 他看到有人他就排了 对不对 反正你有排我也排 也不吃亏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情况 你看到里面没人 他有阴伸伸的 都变想进去 所以同样的 你的收银台 你的一些 你的那一些员工 他在坐在收银台的时候 最少要露个人头出来 让大家知道里面是有人的 让大家看得到了 这个员工在那边办公的时候 在作业的时候 他也能够看得到 外面有人进来 而不是人进来的 才赶快急急忙忙的 听到叮咚 哎呀 人进来了 赶快跑出去 不用吧 他只要再稍微抬头一下 人进来了 他就可以先出去了 这一些就是 最基本的 一些风水的基本架构 没有很难 但是这一些一定要去顾到 你假如这些没有去顾到的话 你纵使哪门学派后最强的 最深奥的理论 还是没用 因为跟基本学理根本就互相冲突 所以说各位 在用风水的时候 基本的概念一定要有 而不要跟基本的概念互相冲突 不然的话 辛辛苦苦设计出来的东西 很简单 可能在我眼里就是垃圾 就这么简单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